新台灣 新光大道 大家午安 我想下午我們就輕鬆談政治 其實這一天有非常多的台灣政治新聞 第一個就是 宋主義參選總統以否所引發的 我發覺到現在大宅門 老大的國民黨 老二的親民黨 老三也跑出來了 這個小三 新黨跳出來校正 結果我們看到 綠帽子 紅帽子 滿天灰 第二是高雄事業 陳忠 昨天被判為政罪三個月 立即被剝奪他的私議員 他的動向怎麼樣 包括整個民進黨的回應怎麼樣 非常值得來探討 第三就是 我覺得是台灣民主的很大特色 我們有米酒馬 軟咖啡 也有空心菜加炒牛肉 也有吳哥窟 也有白賊叉 我不要講了 我常跟中國大陸朋友說 台灣民主的口味就是 可以針對兩黨的領袖 做一種類似輕鬆的黑色幽默調侃 中國大陸不可能 你聽過胡錦濤 溫家寶 有什麼外號嗎 是不可能的 馬上電腦就消掉了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求到 我們幾位好朋友來談 我想先介紹第一位 惠文兄 大家好 東豪兄 大家午安 光琴小姐 光琴妹 大家好 好 今年只有17歲 蕭龍兄 大家好 玉森兄 我想我們就先來播放 新黨英文明主席 當然他既接受報紙朋友 今天召喚記者會 重炮出擊 我們看他的回應怎麼樣 我們就依序 請揮文依序來大家來談 聽聽看 宋楚瑜要不要參選總統 為氾濫整合投下震撼彈 向來跟他不對盤的新黨 更直言他是相裝舞劍 意在佩功 就是要搶位子 那你假如只有三十立任黨 你怎麼進行二次寧靜革命啊 你因為你唯有做到總統 做到立法院長 做到行政院長 你才能夠進行二次寧靜革命 新黨主席玉木鳴質疑 宋楚瑜動作頻頻 還喊出二次寧靜革命的口號 擺明是要跟李登輝合作 讓台獨勢力復辟 要宋楚瑜說清楚講明白 我們對於李辦的英魂不善 新黨要出擊 就這麼簡單 我們沒有去批宋 也沒有去批親民黨 我們跟他是站在 同一個地位上來競爭的 我們也知道新黨可能要學 需要創造議題 但是如果你有什麼議題 就提出來自己的主張 不要亂給人家扣綠帽子 紅帽子 黑帽子 新民黨反將 玉木鳴炒話題搶版面 國慶整合還沒個譜 現在只看到大佬隔空過招 政令新聞黃毅群 陳奈瑜 台北報道 好 這是大宅門 第三方 他所反映的 有一次我家鄰居 在吵架 我親眼看到 先是夫妻 先大聲 突然 片子丟出來了 再來就是羅來把丟出來了 最後家計丟出來 最後是瓦斯桶丟出來 其實這個夫妻吵架 跟政黨之間的糾葛是蠻類似 你看到今天為止 紅帽子 綠帽子就是瓦斯桶 到時是不是又身上綁手 不知道 我當然就是比喻而已 這是煥然內部一種內部矛盾 不是敵我矛盾 你怎麼看今天易主席這種話 他等於是他避開 是不是中共代言他不講 他是真的說 宋主席請你表態 你跟李登輝關係怎麼樣 還是在質疑他 你怎麼看 是 這個主持人 用大宅門來形容國親心 就是老大老二 小三這樣子 但新黨今天正式開記者會 這樣的動作 我想很多藍軍的選民 等很久了 等很久了 因為國民黨他 因為他最大 所以國民黨他一定要保持一個 至少目前是遵送 然後不要去批親民黨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看 國民黨所有的立委跟市議員 除了幾個青年的黨代表開炮之外 國民黨的黨公子 到目前為止 都是非常的祥和 拜託你們跟我們談 大家合作民調什麼的 國民黨展現的態度 我想大家看在眼裡 就是目前還沒有到丟拖鞋的地步 但是新黨 難拖啦 難拖 新黨有沒有這個必要 有 因為新黨他這一次 他也要提這個部分區的立委 那有幾個區域 他可能有立委的參選要參選 這種情況之下 新黨如果再不出來的話 其實對新黨自己也不利 那剛剛玉木敏主席 大家聽到講 說我們針對李辦啊 針對李登輝什麼的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不過我們都很清楚了 他在質疑宋楚瑜說 如果你只有三席的立委員黨團的話 你推什麼二次寧靜革命 那個根本就不可能了 即便當上立法院長或行政院長 要推也困難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選上總統 如果你參選然後當選總統 才有可能有所謂的這個 二次寧靜革命的可能 不過主持人我想談一下就是說 很多人對宋楚瑜到底要幹嘛 如果有黨團之後 到底跟國民黨合作 還是要跟民進黨合作 還是啊 依照當時的政治利益狀況 來決定如何合作 大家都希望宋楚瑜 在現在就講清楚 可是我們講句實在話 宋楚瑜就是不能講清楚啊 跟你講清楚他以後怎麼玩呢 他是不能講啊 他要看總統大選的結果 要看立法院選完的結果 再決定說我有幾十 你有幾十 我在伺機而動 看議題這個對小的立院黨團來講話 本來就是如此的 那我的結論是說 對選民而言 你這樣子等於是盲目投票嘛 你不曉得投親民黨的立委 或甚至是總統候選人 投之後他幹嘛 你不知道 你是個盲目投票 會變成空白授權 這跟我們待會兒 後面會談到這個 這個蔡英文的這個 很像空白的這種 十年正剛議員說 你也不知道他幹嘛 就投給他 你投給他之後 如果將來他在立法院 或他當上總統之後 胡搞下搞 觀眾朋友 不能怪別人 是你自己要這樣投的 那他當選了 他就亂搞了 好 會有人說 大宅門下黨了 就不能演喬家大院 大家來喬 那我不是一樣 那難看 難看民族 但是國民黨是忍處理 是不是忍處理 還是 當然現在外界懷疑說 我等一下再請教你 外界懷疑說 新黨是不是替國民黨 在做側翼攻勢嘛 等於是有時候 我不能正面做這樣的忍處理 但是可以找傭兵啦 這一點 當然這是外面懷疑 這個我請總統東華說 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國勢 當然國勢忍處理 那親心老二老三 要不要吵 對國民黨 換來整個形象 有傷害嗎 你的觀察 當然是有傷害的 其實從親民黨 宋淑儀先生跳出來以後 其實我們在聽他講說 二次寧靜革命 這個過程一點都不寧靜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到底 他的革命是要改革什麼東西 其實一直沒有他講很清楚 但是 這裡面你看到的是說 宋要復出 然後理宋關係在改善 甚至那個 李登輝先生還幫他講說 他這個 那個選利益的話 只是大財小用 這些所有的鋪排 相對於新黨 我們都知道 新黨從國民黨 其實原本是從國民黨 分出來的 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那個時候的狀況 其實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個理宋體制 所以 新黨會做這件事情 你一點都不會意外 那 可是說 就是說 這一場發展裡面 馬英九 他是現在總統 現在黨主席 他需不需要去跟新黨說 你來辦黑臉 我來辦白臉 辦黑白臉 以馬先生的這個 馬英九先生的這個個性來看 以我過去的大家了解 他大概沒有這個能耐 叫新黨去幫他出手 可是事實上 他不用做任何動作 新黨就會跳出來 因為新黨 就是新黨跟宋楚瑜之間的恩怨情仇 實在太深了 那整個來看 如果 今天這個整個泛藍 過去在08年的時候 07、08年的時候 他是 基本上是團結在國民黨的架構裡面 所以新黨也不需要提什麼 不分區 就算他 那一次提出來了 他也拿到三點多 你可以看得出來那個整個架構是不需要 新黨是沒有角色的 那時事走到今天 當宋楚瑜利用 這個馬政府 或者馬英九 最弱的時候 跳出來 打這一仗的時候 新黨是不會從缺的 不管是對他自己 或者就他的價值意識形態來看 他當然要跳出來 那整個來講 如果你要 如果是宋先生這邊 是親民黨的話 我就會用您剛才的那個 可能有人懷疑說 今天馬英九跟慾慕明慾老 你們是不是扮黑白臉 為什麼 有很多事情很難講的 因為政治的本質是權利 這是個權利的遊戲 所以呢 我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把你們兩個講成你們是黑白臉 你們一個半白臉 一個半黑臉 這樣對宋是最有利的 我相信 親民黨會把這個 講法給擴大出來 好